疗愈系艺术家黄冠宇在中虚国税局7楼举办了一场画展 他的画让你感觉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舒服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画展看看吧 出身山明水秀的南投浦里 目前是台中市大渡山管宇艺术馆的馆长黄冠宇 最近在台湾画坛越来越火红 2022年2月7号到2月24号 艺术家黄冠宇又在台中市文新路2段99号国税局大楼的7楼 举办了一场精彩丰富的大地之爱画展 充满感性跟灵性的黄冠宇说 会选择在国税局大楼办画展 是希望让辛苦的税务人员 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加上多一点疗愈美学的艺术 因为现代科技的现实生活中 几乎都在追求数字跟金钱 他希望把心灵疗愈的艺术 动人心弦的绘画 以奇力多彩的颜色 生动活泼的线条 画成一幅幅温暖心灵的美好画面 透过最新的3D科技 让大家享受宁静优雅的生活 为什么管宇的作品颜色这么不一样呢 其实我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大的秘密 因为呢我的作品里就是有3D的效果 那这一次呢也让这个3D的这种 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得到很多愉快的这种感觉 然后也来分享给我所有的朋友 热情善良温雅端庄的黄冠宇 曾经是三项华人楷模杰出女性奖 艺术领军人物奉献奖 艺术成就奖的得主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黄冠宇 说话不羁不虚 活泼又风趣 有一股充满灵性跟仙气的亲切感 所以也担任中华文化大使 辅伦社社长 艺术家清善大使 许多朋友都是爱他的画也爱他的人 黄冠宇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台湾新一代的超人气画家 很不一样 我第一次就是看到在一个公务机馆 然后就是放一堆放很多的艺术品 然后这些艺术品也是非常的出神入化 冠宇老师是好朋友 我们也认识很久了 那冠宇老师他的作品就是让人家觉得心灵会很平静 然后也很疗愈人心 感觉上非常开朗豁达 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 在这次的画展中 来自新北市戏纸区圣爵寺的自圆法师 还特别抽空南下台中 前来参观画展替黄冠宇加持 因为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跟喜爱 黄冠宇这次在台中市国税局大楼的大地之爱画展 不到一个月就吸引来自台湾各地的粉丝前来参观 2月24号圆满闭幕之后 所有作品4月份开始也会在台南新颖的南英大楼 明治市政中心展出 随时散发一股清新正能量的皇冠宇强调 他不断的努力坚持艺术生命的展现 让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多采多姿 将这一份宏观的大地之爱 传达给人世间的天地万物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台中报导